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我是冯一刚 今天说人解字来说 王安石 王安石自介府浩半山 他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 才思敏捷文风简练 王安石自幼读书是过目不忘 他的父亲是地方官 他从小随着父亲到南北各地外出做官 增加了社会阅历 他的眼界开阔 也目睹人民生活艰辛 青年时期立下了脚势变俗的志向 有意纠正颓废的世俗习惯 王安石21岁的时候 考中进士成为支县 37岁朝廷委派王安石为杜之判官 掌管财政赴税的统计之调 就任后 王安石上万言书 真编实弊要求改革 却未引起重视 直到宋神宗即位 对北宋积弱的国事深感忧虑 且素来欣赏王安石的才能 王安石的改革主张 才开始受到了看重 在宋神宗的支持之下 王安石主持变法 有意振兴北宋 史称王安石变法或西宁变法 去西宁变法就对啊 台北街头西宁南路超多剪头法的 真的哦 为了指导变法实施 王安石设立专门机构 负责新法的制定 颁布和执行 并且招来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 参与新法的制定 他在全国推行新法 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推行了清淼法 农田水利法和免疫法 改革科举制度不再注重十字歌赋 也改革了官制军制 然而变法过分求快 商人的利益被侵犯 农民也因官吏执行不当 被敲诈剥削 原有的社会秩序被破坏 保守派激烈反对 起初只是政见上的矛盾 逐渐演变为党争 尚书执剑为害的贤臣 皆遭到罢处或是贬官 变法的实际效果 和原先的理想相差甚远 宋神宗迫于压力 罢去王安石宰相之位 隔年虽再次启用 却因改革派内部的分裂 以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 王安石实际上是难有作为 西元1077年 王安石56岁 辞官隐退 过着闲居生活 王安石为即将前往江南的好友 宋行写了一首诗 宋淳辅如江南 王安石因面临分别 心中不舍 因此在诗中提醒有人 不要忘了自己正思念着他 此去还之苦相逸 归时快马亦许鞭 回来的时候 即使骑着快马 仍要不断鞭策 让马跑得更快一些 好让两人早日重逢 快马加鞭 就形容快上加快 王安石为人是特立独行 时常是不梳头 不洗脸 就出门会客 看书入神的时候 随手拿了鱼饲料吃 自己也不知道 此外他为人不苟言笑 买手证物 一心只想着工作 他认为吃饭 是浪费时间的事情 却又不得不吃 他的妻子曾煮了一道菜 王安石马上吃个精光 妻子以为他喜欢 就天天煮 王安石也从无怨言 天天就吃着同一道菜 妻子忍不住就问了 你每天吃同一道菜 难道不会腻的 王安石说 我只想赶快吃完饭 去办正事 从来没有注意 究竟吃了什么 王安石 没有生活情趣 不重仪表 又口出狂言 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在他眼中 普天之下 唯有读书和办公 最为重要 为人固执 也因此有了 拗相公的外号 那他应该常常在苏勤 为什么 他马上相公就不能胡了 赫灵玉露评论王安石 年少时狂傲自满 以为无人能及 王金公少年 不可一世事 不可一世 指人 骄傲自大 目空一切 王安石 曾经登门求见 理学家周敦仪 却一连三次 都被拒绝在外 因此 心中不满 不再上门求见 周敦仪 想错王安石的锐气 本来没有什么不对 一连拒绝三次 也过分了些 作者认为 王安石如果能跟着 出于泥而不染的周敦仪 来学习 对看不惯的事物 可远观而不可泄万 矫正傲慢 也就不会有 扰民的心法产生了 说人解字 我们下次再见